8月中旬,佛山一老人被狗绳绊倒后受伤身亡的事件持续引发热议 有法律工作者认为,意外发生说到底还是在动物馆里、未成年人监护上掉了链子 然而,追责之外,跌倒本身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据2011年卫生部发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显示》 跌倒是我国伤害死亡的第四位原因 而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则为守卫 老年人跌倒有多种因素,而跌倒也会造成多器官损伤 跌倒时怎么做能尽量减少伤害 医生建议,摔倒时用手撑地,不臀部着地 用手撑地,损伤的往往是腕关节 而手臂骨折在护理上不需要卧床,更容易康复 专家表示,如果跌倒时坐在地上,支撑点落到臀部 容易导致腰椎压缩性骨折等 骨折后需要卧床三个月,预呼非常慢 当老年人摔倒后,不要急于站起来 要先检查伤势 感觉剧烈腰痛时,千万不能乱动 否则会骨折加重 严重时下肢可能瘫痪,应尽快呼救 救人者不要急着服 也不能随意背抱起跌倒的老人 正确做法是先查明情况 观察老人的表情,神态,如神志清醒 可询问跌倒的原因,再给予帮助 也可拨打120,由专业医护人员救助 另外,国内外研究表明 坚持参加规律的体育锻炼 增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 可有效减少跌倒的发生 金经报,董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